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只说实话》的频道 在影片的结尾会有简单的总结 喜欢我们的朋友,请不要忘记订阅 你们自己算一下 11块一个小时,一天能挣多少钱 10个小时才挣110块 一个月你要上满30天班 才有3000来块钱 但是在广东那边是不可能上30天的 再怎么忙,它都不会让你上30天的 每个清一天都要放假 所以每个月就是2000多块钱的工资 在三四年前一个月都能拿四五千 这两年一个月就2000多3000来块钱的工资 所以我们书记干嘛呢 我们书记为了挣钱,挣不到钱了 该回家的回家 就像跟我一样 我回家挡平两个多月了 现在我都不急,才七月份的 都还没到过年 还有几个月才到过年 是吧 等到八月底了 学生开学了,回去了 很多工厂他又捐人了 那时候一个小时就20多块 我们等了班价高的时候 我们再书记猛干几个月 那时候我们做一个月,顶现在做几个月 工资的还高 为什么现在要去跟那些学生工抢的干呢 是不是 班价低了,我们就回家 好吧 顶我一句劝 兄弟们 我在国企被裁员了 我在这家公司工作有两年了 没想到也要面临裁员 这两天我收到了公司的裁员通知 不对,应该叫优化 还好我们公司在裁员补偿方面 还是挺人性化的 不像一些民企啊私企 有的以这种优化的名义来辞退员工 补偿金也不给 因为我身边就有朋友遇到过这种情况 不过呢,这个国企的补偿金 也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高 你们可能听说过 有的企业呢会补偿N加1、N加2 甚至N加5、N加6的都有 我们公司呢就是按照劳动法补偿N 也就是说你工作几年了 就补偿你几个月工资 我在这家公司呢就是工作了两年 那就是补偿两个月工资 而且我们公司裁员的话 是提前一个月通知的 不是说让你一千万协议就立马走人 这样的话我可以一边交接一下工作 也可以投一下简历 找好下一份工作 同时呢因为我现在 也是住着公司申请的公租房 如果说被裁员之后就住不了 这样的话我也可以提前找一下房子租 其实呢现在的国企 早已经不像以前那样 什么铁饭板啊 稳定、轻松 现在同样是该裁员就裁员 工作呢也是越来越卷 包括我这家公司呢也是第二波裁员了 第一波裁员我扛住了 但是我还是没有躲过第二波 包括我了解到的我们其他兄弟单位一些国企 也都在裁员 所以呢你们现在还觉得国企香吗 今天是端午节的第三天 听目前的朋友你们那里的生意怎么样 有没有生意好的说出来 让我也羡慕一下 我刚刚呢看了我们小店的这个营业额 每团是出了33单 到目前为止卖了是575块钱 饿了么出了是9单 卖了113块钱 微信收款是178块钱 加起来一共也就有800块钱左右 因为我们这个小店是以外卖为主 商家没有单子 那么外卖小哥肯定也接不到订单 刚才呢我就听到外面有笑声 我一看呢有几个外卖小哥正在那打牌呢 那么我反转一下镜头 大家看一下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几个外卖小哥 接不到订单在这打牌呢 今天来我们店里取餐的外卖小哥 都说这两天单子是太少了 根本就接不到订单 抢也抢不到 往年像端午节生意也不好 也不知道是心理作用 还是环境影响的 就是感觉今年生意特别不好做 我也问了几个做餐饮的朋友 他们说呢 他们的生意也不好 一天也就卖几百块钱 多的呢卖1000多块钱 出去成本员工的工资 房租根本就不挣钱 有的还赔钱 有一个做餐饮的朋友说 现在房租也交不起了 门店转也不是 不转也不是 转出去吧 觉得不使心 还想着能起死回生 不转吧 一直赔钱 搞的是进退两难 就这还有一些同行呢 端午节这三天都没有开门 就是开门生意也不好 我们这个小店 进入六月份以来呀 这个生意是上来了不少 比起五月份是强多了 因为我们这个店 附近鞋子楼比较多 上班的年轻人也比较多 点外卖呢 相对来说也多一点 另外就是 还有可能是天热的 一些年轻人都不想出来吃饭 所以就是点外卖的 稍微多一点 我们这个店六月份生意比五月份是好多了 也希望就是餐饮店的生意不要再这么一直残淡下去了 也让普通老百姓能够生存下去 给他们一点希望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中国经济正面临一系列严峻问题 首先 经济增速放缓 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和民生改善 其次 高企的债务水平 尤其是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务 可能导致金融风险 同时 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风险不容忽视 一旦破裂 可能引发金融风险和社会不稳定 此外 人口老龄化给经济增长和社会保障带来压力 环境污染问题严重 需要平衡经济发展与环保需求 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需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贫富差距和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需要关注 以缓解社会矛盾 最后 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也对中国经济带来挑战 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时间和努力 今天说到这里 请继续关注我们 只说实话 请继续关注我们